现代人很多的问题都是情绪的困扰 所以几乎不管是很多的修行的部分也好 或是很多人提到负面的情绪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失去平衡 一个人如何在情绪的层面做调节 我想是身为现代人很重要的修行 那什么叫做情绪 中医有讲叫喜怒忧思悲恐惊 悲哀恐惧跟惊慌 喜怒忧思悲恐惊 那我们也知道情绪的部分大概影响我们的生活最深 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遭遇到很多的情绪 比如说各位你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是愤怒 不管是你自己愤怒 还是你被人家愤怒的子弹打到 遭到红台卫就对了 不管是你自己的愤怒 或是你自己的悲伤 或是你的恐惧 或是你的忧郁 大家知道忧郁的情绪太多 沉溺在忧郁的情绪太久 我们就叫做忧郁症 那恐慌 恐慌的情绪太多 对身体的一个病痛的恐慌 又会变成恐慌症 还有我们讲的烦躁 焦虑不安 又会变成所谓的焦虑症 那还有很多其他并没有到达忧郁 它可能只是叫做沮丧 叫dyssemia 沮丧 或是有时候你只是淡淡的悲哀或悲伤 其实人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那说老实话 很多人也都深受情绪的困扰 所以很多的修行 其实是在修情绪 修让一个人可以心安 可以心平气和 或是可以不要恐惧 很多的疾病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 那各式各类的疾病 比如说医学上常提到的 更年期症候群 也会伴随莫名其妙的慌 心慌意乱 有时候会冒冷汗 会焦虑 会失眠 那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 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情绪 比如说你的小孩子不听话 会生气 会沮丧 会无奈 比如说如果你的婚姻出问题了 你抓到你的另外一半 外遇了 各位你会伤心 甚至你会很难过 也许想要自杀 或是如果你做生意失败 投资失败 或是跟人家跟会 对回啊 会钱被倒了 或被骗钱了 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 他就讲 他不知道怎么样在路上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跟他说什么话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那个人到邮局去 一下子就被骗了二十几万 骗了之后很难过 很伤心 像我有另外一个个案 是在市场卖菜的 那之前也是可能贪图一点点利息 把两三百万借给一个朋友 结果到现在只拿回五十万 也是得到了忧郁症 所以到底情绪是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 影响我们很深 至少影响到我们的脸色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色 面色带赛 一看到那个脸就知道 不知道人家欠他多少钱 一个人的脸色 到底是正面开朗 还是我们看到这个脸 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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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台育有一句话 七孔变成一孔 整个脸皱在一起 人为什么会有情绪 而情绪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仔细听了 人为什么要有情绪 我们讲一只动物好了 一只动物情绪没有很多 他们的情绪比较简单 可能就是很开心 主人回来了 喂他吃东西 很开心 或是你打他 骂他 他很难过 跑去躲起来 然后狗就 尾巴夹着就跑掉了 因为他很难过 你不理他 你要跟他玩 喂他东西吃 他就很高兴 一般来讲 动物的情绪不多 人的情绪很多 那到底人为什么要有情绪 因为太多人深受情绪之苦啊 不管是忧郁症还是躁郁症 还是一般人情绪失调 情绪失控 很多时候我们都饱受情绪之苦啊 好 我们今天就要解出 宇宙人生的这个大秘密 人为什么要有情绪 第一个 情绪当然是增加生活的色彩 就好像各位 我们的世界 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有没有 有红橙黄绿蓝定紫 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黑白两色 那就简单单纯多了 就像人有情绪一样 情绪可以为我们的生活 加分加料 我常讲情绪就好像是 生活的调味料 所以情绪也给了各位 为自己的生活调味的乐趣 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的情绪的一种状态 其实是作为你修行的一种参考 甚至是作为你修行的功课 你的情绪就是你修行的功课 一般来讲我们把情绪 分为正面跟负面的情绪 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开心的情绪 你喜欢喜悦的情绪 乐观的情绪 欢笑的情绪 你喜欢所有的正面的提升的情绪 当这种情绪来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很喜悦 可是人也被给了一种能力 那个能力是 各位 人不喜欢负面的情绪 一般而言 你不喜欢自己一直生气 有时候你跟别人吵完架了 发完脾气了 难过的是谁 自己 因为你不喜欢自己 每天是个爱生气的人 爱生气的爱气鬼 你不喜欢 你喜欢沮丧的情绪吗 每次当你很沮丧 很难过的时候 你很享受沮丧的情绪吗 不喜欢 你喜欢很忧郁 很焦虑 每天紧张得要命的情绪吗 你喜欢紧张吗 不喜欢 一般来讲 各位 你也不喜欢担心的情绪 恐慌的情绪 喜怒 忧失 悲恐惊 你不喜欢悲伤的情绪 不喜欢恐慌 害怕的情绪 这些情绪 是你不喜欢的 可是就像盐巴一样 盐巴本身没有罪 放太咸 这盘菜就要丢掉了 情绪本身 也没有罪 人被创造出 不喜欢 负面的情绪 可是我们人生在世 请问 你会不会遭遇到别人的 不好的情绪 你会不会遭遇到你自己 不好的情绪 会 那为什么 你会遭遇到不好的情绪 你遭遇到不好的情绪 它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 重点来了 宇宙 让不好的情绪存在 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会遭遇到不好的情绪 因为当你不喜欢不好的情绪 你会去问 我为什么一直有这些情绪 如果我不喜欢 一直处在 愤怒 忧郁 沮丧 焦虑的情绪 那我就会 去找这些情绪 从哪里来 我越去找这些情绪 哪里来 我就越认识我自己 如果我知道我的情绪 哪里来 我就慢慢可以自在 因为我不喜欢这些情绪 所以我就会慢慢 让我自己 遭遇到这些情绪的 几率降低 因为我不喜欢这些负面的情绪 我就必须找出 这些负面的情绪 从哪里来 然后我就要 降低这些负面情绪 产生的机会 那么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越活 我就越可以有意识的 去创造 去体验 去感受 更多负面的情绪 那我的那些 我不喜欢的 我不想感受到的负面情绪 我就可以透过我的这个过程 让这些情绪 逐渐地降低 减少 所以因为我不喜欢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各位 你屁股坐下来 结果屁股一阵刺痛 请问你的动作是什么 你会找哪里痛 痛从哪里来 如果下面有一颗图钉 你一边把图钉从肉拔出来 一边骂 去他的 大家才要求 放一根图钉在我的位置上 你会找出痛的原因 把痛的原因拿掉 以便你不要继续痛下去 各位 因为你不喜欢负面的情绪 如果最近你一直在愤怒 各位 你不喜欢愤怒 那你就可以找出 我为什么一直愤怒 找到你为什么一直愤怒 你就可以让自己 不要一直愤怒下去 因为你不喜欢 一直在愤怒中 所以这本身就构成了 修行的过程 生而为人 我们每天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有好的 有不好的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所以当我的负面情绪很多的时候 我就要去找他怎么来 找出他怎么来 我就可以减少我自己体验负面情绪的频率 跟强度跟时间 我就会越活越快乐 有一次有人问答赖喇嘛 请问喇嘛 人为什么要修行 很多人就会以为说 修行是为了解脱生死 修行是为了造福众生 有些人修行可能是为了积功德或是怎么样 结果达赖喇嘛回答那个记者 人为什么要修行 我想 我想最后是为了快乐吧 好 各位 如果我说修行的目的 最后是让你的正面情绪 越来越多 你修行的目的 是让你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 是活在一种开朗 活泼 喜悦 光明 自在 乐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